一场美国高中比赛没打 却被权威选球机构ON3排在全美第45位的张柏云终于去美国了 他此行的目的是提高弱色手的终结能力 强化防守以及增击 从张柏云的训练视频来看 小张分别在左右两侧和行进间不断强化着自己的右手终结 最后还在自己不太擅长的右侧底角进行了三分练习 总有人问他道 张柏云未来冲击NB的希望有多大 接下来他会如弹后然一样先闯荡一份NCAA吗 其实咱先聊聊张柏云这个全美45的含金量 公布这个排名到NCAA是美国四大权威美高星级排行机构之一 影响力毋庸置疑 但这几年为博关注度他也干过将皇太子布朗尼排到全美前十的荒囊上 但他给柏云排名的依据 则是即使在U17世青赛的得分榜前十五中 柏云的三分罚球中距离命中率综合起来也是最为拔尖的 现在这世道有篮就是王道 你就参考顾全都人望在CP里就光这一手定点篮就可以拿高薪了 更何况博云的尺寸空军对抗皆在水准之上 所以老美球团将他评为四星高中生是不无原因的 另外你知道张柏云后面的排在46位那小子是谁吗 那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新二代大名鼎鼎的人类电影精华威尔金斯加的公子 但这些选球机构排名最具说服力的得上高四 博云现在的比赛样本太少 人家只是比较认可他的潜力 所以说未来的两年对张柏云来说极为重要 去NCAA顶级名校对博云来说已经不是难事了 关键是拿锁 去几年能否拥有一定的球权和靠谱的上涨时间 而据博云爸爸直播时透露 博云将在美国训练一个月 然后11月份继续帮山东打三大球比赛 12月份将随国庆队再次赴美 明年的U19世纪赛将是张柏云展示自己最好的舞台 其实也是 对18岁的孩子来说最好的未来就是现在 只是以张柏云所表现的实力天赋来看 比起曾经同样投射经验的赵延浩 他的对抗更好 比起全面训捷的郭浩文 他的投射更强 我们的确太久没出现一块如此完美的封建普遇了 那么各位看官 您认为未来对张柏云提升最大的平台应该是哪 是和小丁一样先在CP闯出名的 还是如王俊杰弹火燃般远赴NCA试炼 欢迎在大大的评论区留言